高空俯瞰台中中橫便道整個探方阻斷道路 山壁土石流上百噸巨石滑落 卡在道路上直接切斷雙向交通 山壁還有零星落石事發在3.9公里处 巨石長寬約有40公尺 高約8公尺 整個探方面積超過40米長 陸基毀損只剩三分之一 中橫的岩石異常堅硬 基本上用傳統的破碎的機具是絲毫不動 我們在改採用裂解工法 從外面在吊派相關的專業包商進來 加上今天的間接系雨是不停 所以整個搶修的過程非常的艱辛跟困難 台中山區大雨下不停 27.5公里处又有土石流 碎石夾帶邊坡樹木傾斜而下 占据半邊道路 汽機車公車通行險象還生 另外還有旅客前往谷關地區 本來打算一日游 這下遇上停班停客得多待一天 回不了家了啦 我們就是今天來今天尾啊 那沒辦法回家 那只好住這裡啊 雨他怎麼知道他會下大雨 我們也是台中來的啊 要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朋友在這裡 晚上就要回去了喔 台中谷關山區 鬥陸災情不斷 而且雨勢越來越大 根據飯店業則表示 整個谷關地區退房率約五六成 民眾憂心安全問題 統統不敢上山 三星我楊敬 謝雲甄 台中